带大家來看稻奇的球場有多麼的壯觀 不過在這件事情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來到現場的話一定要記得戴太陽眼鏡 因為這樣你才有辦法把眼睛睜開 欣賞這個球場的美 因為陽光實在是太大了 那我們放眼望去可以發現有非常多的座位 這邊是有五萬六千個座位 堪稱是世界上數一數二大的球場 不過你可以觀察隨團的記者們 他們所採的地方都不是綠色的草皮區 換句話說綠色的草皮區 其實即便你是進來參觀的人員 都沒有辦法踏出的地方 這個球場這麼多個座位 是在1962年的時候成立開賽到現在 曾經在2020年的時候有擴建 砸的美元大概是1億美元左右 不過當時候啊導覽員有跟我們講一個小故事 非常的有趣 他說呢明星Curry 他當時就坐在這邊看球賽 然後他有一個朋友是上場打球的人 他實在太興奮了 要幫他朋友記錄比賽的那個瞬間 所以就起來猛拍 然後朋友如果有所表現的話 他也會幫他歡呼等等 那大家有觀察到嗎 座位區的旁邊就是球員的休息區 這個休息區他們也high起來了 為什麼因為他們high起來的原因是因為 Curry來到現場看球 雖然我們體驗的現場沒有球賽在轉播 但是大聯盟的氣場就是不一樣 位在洛杉磯市區半山腰的稻奇球場 往上多走幾層鳥看更壯觀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稻奇球場 這邊的話它是記者室 那記者室呢就會有很多個座位 當然這邊就是在轉播的時候有非常多的媒體同仁會坐在這邊 其實這樣放眼望過去會覺得這視角跟剛剛在底下球場的時候更不一樣 感覺上視野更加的寬闊 然後每一個位置也都很清楚 特別是球員的表現 因為你是站在一個至高點的方向往下看 所以在這邊呢球場的第一線球員的表現 你也可以及時的最清楚的掌握到 那在這邊球場的話呢其實也跟台灣的很多球員旅美的球員相當的有緣 包含像是郭洪志 包含像是陳金鋒以及胡金龍 他們都曾經在稻奇的球場服務過 星宇航空首航北美和洛杉磯兩個球場合作 沒有辦法到稻奇球場透過中天的新聞鏡頭 一起來看球場很少曝光的輝煌史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邊46個全部都是稻奇裡面有拿過金手套牆的球員 而在這裡面呢包含像是柯潇他的金手套就在這邊 非常有名的一位選手 那這邊呢其實如果是你有申請來稻奇球場參觀的話 都會來的必要景點之一 在Jacky Robinson之前黑人球員只准在黑人聯盟打球 他是美國職棒大聯盟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球員 從此Robinson的42號成為他的專屬經典 大聯盟在50周年時為了紀念他 所以宣布42號全面退役 另一個星宇合作的夥伴快艇隊也在建造屬於自己的家 快艇的新球場還有多久會完工呢 在這個大螢幕上面有寫著還剩下一年4個月 然後24天 所以換句話說大概是在2024到2025球季的時候 這個球場才會正式來啟用 那我們剛剛也去看了很多裡面的一些局部的構造 比方說像是球場的規模啊 還有一些VIP式等等 其實價格還蠻貴的 因為為什麼會這麼說 大概啊你平均的話 你一年可能都要花上幾十萬的美金 而且還是最低標的 可能你最低標的話 你可以在裡面享受一些食物啊 或者是飲料等等 可是我們剛剛有幫觀眾朋友們問一下 如果你是粉絲 然後你租了那樣子的一個包廂 你大概不會有跟球員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既然都有自己的主場 當然要讓快艇球迷有家的感覺 正在蓋的包含分級包廂 球迷一次租一年供吃喝 價格從12.5萬美元到最貴的包廂 一年要價200萬美金 你沒有聽錯 因為記者就問啦 這麼VIP的規格 球員會來到包廂裡面say hello嗎 營運長笑笑的說 只能在走廊碰碰運氣 帶大家來開箱一下 快艇未來的新球場長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邊還有一個剖面圖 剖面圖裡面的話包含就是座位啊 還有像這樣環繞式360度的大螢幕 都是未來新球場的一個亮點 而且呢在這邊一塊一塊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一般的屋頂 好像就是小方塊 但其實不然 因為這上面呢非常非常多的太陽能板 所以有達到這種自給自足供電 以及綠能永續的一個發展的感覺 那其實球場裡面有很多的安檢 比方說呢你走到哪裡 然後你可以不用把這個身上的背包啊 或者是一些厚重的外套拿下來 你一樣是可以透過科技執法 來達到安檢的一個效果 而另外的話其實在這個座位區裡面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 你想要更近距離接觸到你喜歡的一些球員 他們比賽的一些熱情喔 大概會有5000個座位區 他們等於設計的是一個搖滾區 那可以讓球迷震撼感受到尖叫的球場氣氛 那其實一直以來啊 快艇隊跟胡人他們都是共用一個主場的 所以讓很多人覺得快艇的球迷 還有快艇的球員好像沒有一個自己的家 不過預計在2024 2025這個球技完公開用 啟用了之後呢 快艇的球迷就可以在當地 感受到自己主場上面的優勢 所以它開始的時候 你進到門口 我們會有安全的確診點 但是不同於一個平常的安全的確診點 在那裡有一個大小的銀子 一大小的銀子 在那裡你拿到你的袋子 然後人們走進去 這些招牌是想要向來 進入一個洞 然後安全的確診 無法拿到你的袋子 因為技術是在那裡 我們可以做得真實的 球隊希望帶給球迷 高品質的觀賽空間 結合最新黑科技 邀請大家明年進場 吶喊出熱血與激情 記者鄧志遠 碧倩涵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分力量